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自然是两次工业革命 此外 谈到科学技术和社会 我们中国人最有可能想到的 就是邓小平先生那句著名的论断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其实 在现代经济学和现代化研究中 科学技术的进步将大大提高 劳动和资本投入的产出 这一点已经是常识 但这只是理论 把这种理论转化成现实 这必须等到工业革命的蓬勃展开 其实 这一点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还不明显 准确地讲 人类有意识并且有组织的实践 这一点已经是19世纪后期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了 所以 考察科学史 我们应该摒弃如下简单化的说法 科学技术有用 能够提高生产力 所以人类大力发展科学技术 这句话在19世纪之后可能是成立的 但之前人类历史上的绝大部分时候 我们都没有意识到 科学技术居然有如此大的作用 我们马上就会看到 这种无知是有其合理性的 19世纪之前 科研活动是存在的 虽然它们很可能名字是自然哲学研究 不过在多数时候 科研活动仍然是作为有闲贵族阶级的休闲活动 需要承认的是 在17世纪和18世纪 英国和法国的确认识到了 科研似乎有些有限的作用 然后建立了一些 像英国皇家学院一类的机构支持科研 可是 在19世纪之前 主流文化仍然是将科学研究 当成古希腊古典传统下的 上流社会文化中的一部分 欧洲的贵族对哲学和科学感兴趣 他们也养世 养了好多哲学家和科学家 但他们的目的不在于 想要用科学技术干点什么 他们主要是好奇 或者跟风表现的好奇 和这种上流社会主流文化 同时存在于欧洲的 还有文艺父亲时期 开始逐渐兴起的工匠和实验传统 当然 欧洲贵族 也对工匠传统下的奇迹引巧好奇 但他们不可能对把科学研究和工匠传统结合起来 有什么兴趣 把科学研究和工匠传统结合起来 并且创造了能够提高生产力的机械和技术的 正是19世纪初出现在英国的第一次工业革命 但我们要注意 英国的工业革命绝对不是有意识的运用科学研究 推进技术进步最后提高生产力的产物 这一点已经是研究英国工业革命的历史学家的共识 早期的某些激进的历史学家 甚至都否认科学研究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有任何作用 现在的历史学家纠正了这一比较偏颇的看法 但仍然强调科学研究对第一次工业革命硬意义并不大 他们会讲欧洲大陆特别是法国 也有毫不逊色于英国的科研成果 但是工业革命没有发生在法国或者欧洲大陆 而是发生在英国 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 其实是英国有一些特殊的利好条件 这些条件包括政治上的 社会条件上的以及经济上的 特别有一点对于我们理解科学研究带来的技术进步有用 一些历史学家认为 工业革命初期一些科学研究带来的技术进步 对于提高生产力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 一般来讲这些新技术成本都非常高 而且会使用的人很少 在使用的初期看到生产力提高其实并不容易 这个时候英国独特的税收环境 就对这些技术应用进行了有利的支持 英国的税赋比欧洲大陆轻很多 对新技术很宽松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回到科学史上面 我们可以说正是这样一个独特的英国环境 才使我们有机会看到科学是如何推动技术进步 乃至最后显著提高生产力的 可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中的英国其实很难说和欧洲的大传统有很大的割裂 和欧洲刚刚发生大革命的法国以及后来创造了现代产学研体系的德国相比 英国的科研仍然没有大规模的国家支持 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各项突破 很多都是小作坊式的分散创新生产出来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讲 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对欧洲传统生产方式的延续 只不过生产方式的革新稍微大了一点 远不及19世纪后半叶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 疾风骤雨式的真正的革命 第二次工业革命主要是在德国 美国也有参与 德国能够推动第二次工业革命 和它独创性的产学研一体化的体系有关 这个我们在下一节会谈到 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相比 第二次工业革命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 新技术直接由科学研究上的突破带来 值得一提的是 由于第二次工业革命 德国很快就超过英国 援眼甩开了法国 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 我们说句题外话 以前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 说西方帝国主义者的财富 都来源于对殖民地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 乃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是西方帝国主义 列强在全世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但如果我们了解有关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基本事实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这种说法明显站不住脚 在19世纪后夜崛起的德国 由于国家统一较晚 没法参加列强瓜分殖民地的活动 所以德国在全世界的殖民地一直很少 但是这并不妨碍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工业强国 所以财富的积累靠的是工业发展 靠的是科学技术革命带来的生产力的提高 这一点对美国也适用 虽然在建国初期 美国对印第安人土著进行了残酷镇压 抢了他们的土地 在美国在这种镇压和抢劫中 积累的财富是非常有限的 美国在二世纪初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美国人民开始变得非常富裕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和德国一样 都是在于科学技术的应用显著提高了生产能力 在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发展 有可能极大的提高财富之后 人类已经意识到靠抢劫 靠殖民获得的财富终究是有限的 更别说那是不道德的 另外很多人都还不知道的一个基本事实是 在二战结束之后 他们眼中的美帝国主义是反对欧洲殖民者的 他们是支持全世界殖民地独立的 两次工业革命 特别是第二次工业革命 极大的改善了人类的物质生活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中 最具代表性的两个技术就是纺织机和蒸汽机 纺织机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机器比人更好用 更神 蒸汽机则使运输机械发生了重大变革 降低了运输成本 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标志性技术就是电 第二次工业革命也招视着电气化时代的来临 人类在历史上第一次使用了电报 电灯和后来的电话 如果大家想了解两次工业革命中 更多的技术发明 请参考这一讲的推荐读物 最后提醒大家一点 大家了解一个新技术的历史 不要只满足于了解它是谁发明的 有什么用就行 还要了解它在当时社会可能遇到的不利因素 或者反对声音 这些东西非常有趣 也是现在科学史和技术史研究中的热点内容 好了 科学技术与社会这一小节 我们讲完了 谢谢大家 再见